Hello大家好,我是李飞白 春季赛的总决赛终于在昨晚打响 这场比赛的结局真的是让人惊掉下巴 在常规赛一直扮演大魔王的狼队 居然在总决赛被零封 四场比赛总共踩打了58分钟 这个时常打破了总决赛的最短记录 完全就是单方面碾压 第一局比赛E-Star就滚起了雪球 前期取得巨大优势 11分钟就结束了比赛 第二队狼队没有封的那么快 比赛坚持到了20分钟 但全程也是被E-Star压着打 根本没有机会翻盘 第三局更离谱 仅仅9分多钟E-Star就把狼队给平退了 看比赛时真的让人怀疑 这是不是总决赛 最后一局双方还能形成正面对抗 人头和经济差距并不大 但狼队还是顶不住E-Star的攻势 12分钟就结束了比赛 狼队就这样莫名其妙的被零封了 看完比赛后很多网友嘴里只能挤出两个字 林浦B.O.7的总决赛时长还不到一个小时 恐怕狼队这几个队员以后都不愿和一起这场比赛 坦然在总决赛中连续三场都拿到MVP 果真是天生的打赛型选手 越到关键的比赛发挥越亮眼 坦然也毫不意外地拿到了总决赛的FMVP 这场比赛过后 E-Star也击身六关战队 荣誉追平了QG战队 并且E-Star还有继续夺冠的潜力 前途真的不可限量 飞牛这场比赛确实欠佳 他在赛后也简单的发了一个心碎的微博 评论区的解说和粉丝都在不断鼓励飞牛 这次惨败可能真的会影响队员心态 之前就有瓜主爆料过 说狼队不能夺冠的 五个人可能会解散 希望这个事情不是真的吧 小伙伴们如何看待E-Star凌风狼队强势夺冠呢